千千 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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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华你干什么 师父的仙体也不知道如何了 我还是去看看吧 姑姑怎么起来了 我想去看看师父 这又是叶华案前的那个小仙送来的 是啊 怕是天君要让太子殿下来继承军位了 这文书越堆越多 这两日偏偏太子殿下招料姑姑 看都不看 我就帮着李李 叶华她人呢 回天宫了 怕是也该回来了 你去忙吧 我慢慢走去眼花洞 好 好 果然有迷谷在 会照顾好师父的 师父 三百年前 折颜就跟十七说 您快醒过来 这三百年都过去了 却还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骗我 十七每天都在想 等师父你回来的时候 跟师兄弟们 一起重聚昆仑煦 那该有多开心呢 怎么看都觉得 还是我青秋的景色最好 只可惜 叶华自从来了狐狸洞 每日给我们做饭 都没带他四处走走 你的 которую 出雾 你会有没有的 他只会不安 你的那种 一只有一扇子 一扇子 在一起 一扇子 你不εν定 你不然 你不准备了 娱乐 你不准备了 anak手 静静 叶华 叶华 你 叶华你干什么 我也要偷火 我不过是因为 天气太热了 所以 姐姐 我再也不能让你 你 你不是在房中 披公文吗 怎么 怎么突然来这儿了 没过去拿房给你 发现你不在 告诉了我 我便出来寻你 我们回去吧 从大紫明宫回来 他就从没问过我师父的事 倒是奇怪 小五 你是不是喝酒了 脸怎么这么红啊 我们清秋景色宜人 所以我就带太子殿下 四处逛逛 斜阳微风 满池荷花飘香 正适宜优惠 今天下午 毕方来了信 说你被人打得半死不活 我跟你四哥 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特地来看看 你到底是怎么样 被人打得半死不活啊 上回伤得半死不活 确实有些失礼 没等你老人家来看一看 就擅自好 真是对不住您 这次呢 伤得虽重 却不至于半死不活 实在是让您失望了 哪儿来那么大的火气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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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都惹你生气了 不拿个宝贝 怕也平息不了你的怒气 来 这扇子送给你 画面还是西海水军亲自画的 便宜你了 老凤凰还知道 头起所好送礼物赔罪 果然聪明 不过 你们两个去西海干什么 我们前些日子 碰到西海二皇子 他说有事要求遮掩 所以我们就去了西海 大师兄有事情 原来你跟叶华 都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和昆仑虚那些陈年往事 让我们这些老东西 替你瞒了那么多年 现在这样 就不用再打妄语了 之前 玄女偷走了师父的仙体 是叶华帮我救回来的 先不说这个了 我跟你四哥去了趟西海 很累的 不如我们先回狐狸洞吧 想不到你也能在言语间被斗的生气 神言上神很有本事 他年纪大我许多 捅他生气也没什么 若是小辈的神仙们在言谈上得罪我 我也不会同他们计较的 我倒是希望你能事实与我计较 我同你有什么好计较的 姑姑 太子殿下 义族的李靖义军递了明天 想见姑姑 已在谷考等了半日了 她还想做什么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今天运气真不错 刚好赶上一场热闹 将她给我撵出洞外 姑姑 她就在谷口等着 尚未尽动 随她去吧 什么恩怨都要解决的 你这样拖着只会徒家烦恼 择日不如撞日 不如我们今夜就和她了结了吧 我跟她有什么好了结的 早就了结完了 李四哥回来把我书房给占了 我今晚是看不了公文了 只好拉着你陪我下棋 我又迷古给你收拾收拾医生 明日就陪我回天空吧